大家好 这期节目也是一个短评 那么这期节目我是来为台湾点赞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首艘自制潜艇 9月28日在高雄举行下水典礼 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制评 并将新潜舰命名为海坤号 蔡英文说 过去因为台湾自制潜艇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做到了 造舰单位台船公司透露 该舰采用新设计的X型尾舵 性能远高于四艘现役潜舰 服役后将成为台湾不对称作战的利器 那么这个消息实际上对中共的打击也是挺大的 中共以前认为呢 它的海军力量现在还是比较厉害的 因为按照现在排名来看呢 美国海军排名第一 中共海军排名第二 台湾海军好像是排到第十二 就是跟中共的实力啊 这个差的还是很远的 很早呢台湾就启动了这个潜舰国造计划 但是这么多年来啊 没有成功 所以呢大陆呢一直拿这个事情呢 来调侃台湾 说台湾这个军工呀实际并不学 连个潜水艇都造不了 但是这次台湾不断造成了 而且是造了一个比较先进的潜艇 可以说给中共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因为台湾拥有自主研发 自主制造能力以后 这个情况就变了呀 你比方说台湾以前要增加潜艇啊 好多国家呢 爱与跟中共的关系呢 它不好卖给台湾 所以台湾到现在呢 只有四艘潜艇 基本上还都是那二艘潜艇 可以说啊作战能力啊一般 让中共来说呢 台湾那几艘潜艇呢 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现在台湾能自己造潜艇以后 这个情况就变了呀 那我可以根据需要 我可以不停的去造呀 对不对 我现在能造一艘下来 那么我每年造两艘 你看看 散上几年 这十艘八艘就出来了嘛 那么对于台湾的海军实力呢 那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呀 另外这次台湾造的这个海军号潜艇啊 从目前来说呢 也是比较先进的 它虽然不是核动力潜艇 但是它在常规动力潜艇里头啊 它还是比较前进的 在造的过程中呢 得到了美英日澳等等 七个国家的支持 可以说是结合了最新的潜艇技术 所以这个潜艇让我说啊 应该是名副其实的 而不是像中共造的那些东西啊 让我说都是严国其实 另外我们要看到啊 中国军工方面 这个腐败太厉害了呀 中国光是造航母这一块 就抓了多少腐败分子 那么你想想 一个有腐败分子造出来的东西 它能是真材实料吗 就是从这点上来就能推断 台湾这个东西 它最起码是实打实的造出来的 它里面不会存在的脱空减料 所以说这个潜艇呢 它肯定不会像中共的样 造出一个豆腐渣的东西来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潜艇的介绍啊 海坤号前提啊 长度约70米 宽约8米 从龙骨到樊兆顶 高约18米 排水量为2500至3000吨 尾舵采用X型尾舵 以利语作底 首舰海坤号建成时 未采用绝器推进技术 待测试后 成军后 再决定是否用于后续舰采用 军方称 台湾自行制造的锂电池 和满足潜航时间要求 首舰海坤号 运用舰龙级潜艇的修饰公司 MK48型鱼雷 舰上可搭载18枚 据说呢 这个潜艇的升纳系统啊 是采用着雷神公司的技术 所以这个潜艇啊 在常规潜艇里头 还是比较厉害的 现在五毛粉红说呀 你这个潜艇又不是核潜艇 有啥可吹的呢 其实这个啊 大家有个误区 核潜艇呢 都是战略级的 它指的是 一个是核动力 第二个呢 是能发射核弹 那么它的作用是啥呢 就是要长续航能力 然后能长期潜伏 然后在敌人无法预测的时候呢 从海下突然发起核攻击 这个是核潜艇的作用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 这个核潜艇 就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嘛 你比方说 台湾跟大陆之间这么近 而且台湾海峡呢 又不是特别深 那你要这个核潜艇 有啥作用呢 这个核潜艇呢 它必须活动在深海 现在台湾海峡 这个首先 你就没有办法长期潜伏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这个核打击 更没有意义嘛 台湾海峡就那么 一百多公里 你在海里头发 跟岸上发有啥区别呢 对吧 所以对这个台海战争来说啊 这个核潜艇 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 要想核打击 陆基就够了 根本用不到核潜艇 另外呢 从这个台湾海峡的 这个情况来看啊 也没有必要建造 东卫太大的核潜艇 因为台湾海峡 这个前海地区 你造的这个太大 反而是不灵活 那么从海军号的建造来看呢 台湾的目的呢 首先是想用于防御 就是我建这个潜艇的目的呀 是在台海防御你 中共海军的进攻 所以我觉得这个潜艇啊 是量身打造的 而不是像五毛粉红呀 他脑袋里认为 那个东西造的越大呢 越厉害 实际就放在台湾海峡来说 你大了 可能反而是不好 那么台湾自造潜艇 下水以后呢 中共这边实际挺酸的 外交部发言人 忙您指责台湾政府呀 说是台湾造这个潜艇呢 是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 乱花国家的财政 他这个话讲完以后啊 挺有意思的 就是很多人啊 心里头也明白 就在底下跟铁就说啊 原来财政的钱 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呀 我们现在才知道 我们以前以为财政的钱 是你们中共的钱的 不是我们老百姓的钱 还有人说呢 那你辽宁号山东号 那你这个钱 是不是财政的钱的 是不是老百姓的血汗钱的 所以中共现在呀 骗人啊 也真是不好骗了 国内那么多人 总有人是清醒的嘛 另外你有互联网这个平台 你也不可能完全堵住老百姓的嘴嘛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台湾的制造潜舰下海呀 再跟中共火卷金高层 集体被抓呀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所以啊 我在这儿 要替台湾点赞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样 如果您是第一次光临本频道 请点击订阅 如果您喜欢本视频 请点赞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